从2011年7月到10月 为了配合工程建设 洛阳市考古工作者 在华山北路 抢救性发掘了一座唐代古墓 然而遗憾的是 由坍塌的墓顶进入墓室后 人们发现 这座墓葬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遭遇了多次捣扰 除了一方沉重的石墓质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文物 墓室的清理接近尾声 雨季突然来临 地下水持续上涨 结构早已被破坏的墓坑 随时面临着他方的危险 经过与建设单位的磋商 考古队决定暂时回田保护 等到来年春天 再进行第二次抗决 2012年5月29日 正在附近主持遗址调查的吴叶恒 突然接到通知 远领导决定 让他临时接手 完成堂木发掘的扫尾工作 在吴叶恒看来 这将是一次简单的例行任务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 在倒扰严重的木坑深处 密室中竟然还有两百多件 极其精美的古代艺术真品 沉睡千年之后 正等待着被人们再次唤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俗话说 生在苏杭 死葬北芒 海拔只有三百多米的芒山 因为临近古都洛阳 又背靠黄河 因此成了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平民百姓 理想中的埋谷之处 上千年的日积月累 今天的芒山已经是世界范围内 古代陵墓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芒山山势低缓 山顶的核心区早已被东周 东汉 曹魏 西晋 北魏 以及后唐的众多地陵占据 身份地位稍低一些的达官贵人 即使财力再雄厚 也只能在山脚下 甚至芒山周围选择一块坟地 到了现代 凡是在市区西北有什么工程建设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就一定会给予密切的关注 2011年7月初 在洛阳市市区西北城乡结合部的一处 安置房项目工地上 负责勘探的考古队员 就在一大批近现代墓葬中 发现了六座古墓 我们钻探发现了一共是 大概有五六座墓葬 但是绝大多数是这个近代墓葬 在洛阳这个近代墓葬就是 就是民国以后的墓葬 近现代墓葬 有六十多座 真正的古墓只有六座 地下文物众多 文物保护工作也就更加繁重 此时的午夜门 其实一直都在盲山山顶上 忙着做大遗址调查 并不负责山脚下的这块工地 但因为相距不远 他也一直关注着这个考古工地的进展 第一年发掘的时候 当时这个项目是 因为我在旁边附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我也上来经常 他发掘过程我也经常上来看 本来刚开始是派我去的 后来是因为我下面这个项目走不开 勘探过后 根据操作规程 考古队要把工程占地范围内的墓葬 全部清理一边 本着先易后难的习惯 队员们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先清理了全部的近现代墓 和五座规模略小的古墓 编号为62号的一座大型唐代砖式墓 被放到了最后 这个墓也是一个长斜封墓道 而且它外面也看到有灵性的一些风土 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 62号墓的风土 其实只剩下了薄薄的一层 而且它不但没有高出地面 反而有些凹陷 但是墓上面这个风土 它已经是成那种 成那种蛙形的 蛙底形的那种 因为它墓中间那个风土已经掉下去了 然后四周还在地表上 这种情况 它形成一个蛙底形的情况 拥有风土就说明 墓主人具有一定的等级地位 墓坑凹陷则则说明 墓室建筑已经坍塌 从钻探的情况来看 砖器墓室的墓顶确实不复存在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般来说有这样两种可能 一是墓室规模较大 拱形楦顶难以支撑 二是曾经有道洞打穿了墓室 破坏了建筑物的结构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 同时也为了尽快了解墓葬破损的程度 考古队决定把有限的人力 先集中到墓葬开口范围内 看看填土中有没有与道扰相关的遗迹现象 而斜坡墓道的发掘 暂时搁置到了一旁 清理完封土后 考古队员很快就在墓坑中央 发现了他们虽有心理准备 但却绝不希望出现的情景 在墓室的上方发现有两个大型盗洞 这些盗洞很大 就是它直径都达到一米以上 从情况看那个盗洞还存在 所以应该是比较晚的一个盗洞 洛阳自古以来就是盗墓活动的重灾区 凡事到了王朝更替 社会秩序动荡的阶段 就会有一大批古墓被盗掘 盗墓贼中既有明火执杖的地方势力 也有一时无拙的机民 距离今天最近的一次盗墓高潮 就发生在清末民国时期 1928年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 考古学家魏俱贤 就在洛阳郊外目睹了盗墓贼 正在用一种铁头木饼的钻探工具 寻找古墓 惊叹之余 魏俱贤又把这种十分便捷的工具 运用在了1929年安阳阴虚的第一次发掘工作中 达这以后 被称为洛阳产的碳产 干脆成了考古工作者最亲密的伙伴 千百年来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倒扰 洛阳地下文物损失惨重 二十一世纪几次重要的老谷发掘 包括在一座北魏地平 及两座曹魏时期的宗氏帝族大墓座 不要说值钱的文物 就连墓室青砖 甚至铺地的石板 都差点被盗墓贼从 长安 洛阳并称阳京 武则天称帝 以及晚唐时期 洛阳的地位还超过了长安 因此 唐墓在洛阳并不罕见 失望之余 考古队员决定按规程继续清理 现在这个底部的时候 木道跟这个牧师之间 我们发现了一些 有可能有天津 有可能有这种迹象 但是它这个地方 坍塌了一塌糊涂 就是一个坑 就是在这个上面 一个晚期的一个坍塌坑 大概直径就是五六米 这么大一个坑 坍塌坑几乎囊括了整个墓葬平面 从依稀可变的墓葬建筑格局来看 六十二号墓等级不低 因为即使是在殷宅 积极向洋宅靠拢的圣堂 拥有天井 依然是包括王侯在内的 大贵族墓葬最典型的特征 继续向下清理 墓葬明显多次被盗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先来的盗墓贼拿走了金银财宝 来晚了的也不愿意空手 即使是不值钱的墓砖 也要拿来二次利用 很多砖已经都不存在了 就是我们 它这个扰动的图 全部是很凌乱 我们判断这个时代 它肯定以最晚的东西判断了 所以我们只能判断 它这个这两个盗动是晚期的 再早的盗动它已经扰了 也许是它原来这个 都全部扰乱了 已经分不起那个盗动的范围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判断 它哪个时代再去盗的 或许是眼前的唐木过于凄惨 就连老天都有些看不下去 进入十月以后 以往干燥少雨的洛阳 竟然破天 已经残砖了都出了 这个涌刀这边呢 就是说上面不停地坍塌 但是你上面没法开 上面也没有大棚子 当时因为这个情况也没有大棚子 它是雨水一下 上面这种虚土 随着这个一侵泡 它是木刀两半也实际上往下坍塌 人从那个木刀过到 想进入墓室的时候 那就是提心交胆 连日来的发觉 墓室已经基本见底 历经多次捣扰 考古队员仅仅发现了一方笨重的石木质 古代盗墓贼对他不屑一顾 近代盗墓贼则拿他毫无办法 天一晚上嘛 然后我们用那个 用当时在手机的灯光下照一下 咱们把前面 因为那个墓质的第一首行 他应该他要审明他的身份 然后我们把第一行 然后字给他查出来以后 基本上他已经说明他这个 对这个墓质的身份 基本上都认识了 都知道了 墓质的标题是这样的一句话 故左萧卫大将军 粤州都督 驻国宜春郡开国宫 王府军雄淡夫人 巨鹿郡泰夫人 魏氏墓质名并续 那个旧堂书 新堂书一查 王雄淡这个人 他刚好有传记 考古发掘工作 遇到的墓葬 绝大多数墓主人 都极极无名 2013年年初 多家卫视的黄金事件 开始被一部 长达62级的古装电视剧 随唐演绎战剧 这部偶像剧 改编自善田方的同名评书 而评书则改编自 清代白话小说 讲述了隋朝末年 天下大乱 18支起义军 揭竿而起 推翻隋朝统治的故事 作为一部文艺作品 隋唐演绎 无需忠实于历史 因此剧中的各路英雄 都拥有超高的文夫 李元霸 宇文成都 裴元庆等人物形象 尤其深入人心 62号大墓 墓主人的丈夫 王雄淡 同样生活在 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但与小说中 天生神力的猛将不同 无论小说 演绎 还是真实历史中 他都是赫赫有名的武将 在归附了李唐势力后 王雄淡立下诸多战功 因此被封为 仅次于亲王 郡王 国公的正二品 宜春郡公 要知道 在唐代初期 等同于宰相的中书令 也只是正三品而已 据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记载 王雄淡死于唐朝建立后不久的武德六年 武德九年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 又追封他为左宵魏大将军 这个官职属于皇帝卫队的最高将领 代表着极高的肯定和怀念 在六十二号大墓的质文中 牧主人被称为魏氏夫人 但他自己的生平事迹 则很少提到 原来在中国古代 女性的社会地位比较低 她们虽然也有名有姓 但却很少出现在正式的记载中 人们称呼时 往往只使用她的姓氏 或冠以夫姓 只有个别极其出色的女子 如李清照 王昭君等 才能以独立的姿态流传于世 牧主人的身份终于清晰 但发觉却依然充满遗憾 冒着他方的危险 考古队员再三搜寻 但在牧室中只找到了一些唐三彩的残片 已经出发了这个墓 就是墓石至少是 应该不会存在什么东西了 因为整个四周的砖墙 砖壁 已经砖都不存在了 就是到 就是我们发觉 其实你那个墓石底部 大概就几层砖了 两三层砖 最高的大概有三四层砖 这个已经在上面的砖 要不是被劫走了 要不已经坍塌了 已经没有任何迹象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墓石里面 应该不存在什么贵种东西了 在中国历史上 唐代是一个非常典型 崇尚后葬的时期 作为高级将领的夫人 拥有天井 墓道的卫士夫人墓 宽大的墓室最初 一定摆放着不少珍贵的随葬品 然而遗憾的是 多次叨扰 不仅造成了墓室的塌方 精美的唐三彩 也只剩下了一些残片 被形容为镇骨硕金 文明中外的唐三彩 是中国古代 陶瓷烧制工艺的典型代表 它不仅在中国陶瓷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在中国文化史中 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每一件传世至今的唐三彩又陶器 都是难得的国宝 唐三彩的德名 源于这种器物表面又彩 以黄绿白三色为主 由于出土最早 最多的地方就是洛阳 因此又被称为洛阳唐三彩 1928年 在修筑龙海铁路洛阳段时 人们才第一次知道 古代还有这样一种 美轮美奂的艺术真品 近年来 洛阳地区虽然也出土过不少唐三彩 是揪心不已 匆忙完成了墓室的清理 来不及把墓道发掘到底 经过考古领队与建设单位的协商 决定对墓葬进行临时回田保护 等到条件允许再进一步清理 因为前面的虚度数也没有办法去到 所以等到第二年这个情况允许了 咱们再来做一个详细的清理 考古发掘 其实也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工作 在野外的墓带来的危险 2011年62号大幕的第一次发掘受挫 到了2012年5月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准备安排 对他进行第二次发掘 但原来的项目领队 却因为身体原因 一时无法胜任 于是 吴叶恒才被临时安排 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这批沉睡了千年的珍宝 命中注定将要由他 亲手唤醒 5月29日接到任务 30日一早 吴叶恒就带领着考古队员 来到了工地现场 这时候地下水早已消退 发掘可以顺利进行 我们首先是把去年汇田的虚度 把它取出来以后 但这个虚度肯定不是人工 是用机下把上面的地层 全部取走 然后我们对底部进行了一个 目前对墓室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清理 墓室尽管在上次发掘时 已经清理过一次 但细致的吴叶恒 还是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大陆年我们在墓室采集了很多 像真墓室啊 天王庸啊 这种底座的残片 可见他当时 他墓里面也 墓室里面也放了很多随藏器物 批取了这些同样无法修复的文物残片后 吴叶恒并没有草草收工 他觉得应该把此前没有仔细清理的墓道也再过一遍 第一次发掘时 由于墓坑凹陷 墓室坍塌 急于弄清墓葬倒扰程度的考古队员 没来得及把墓道清理到底 后来随着地下水位的上涨 土坑墓道又完全浸泡在了积水中 其实按照一般经验 墓道里应该不会有什么重要的遗迹现象 但在无业横侃来 考古就应该细致 土质比较疏通 没有经过扰动的原生土壤 土质纯净 土色较浅 古人营造墓室 挖开后回填的泥土 往往会混杂其他成分 考古队员正是依靠这一点点细微的差异 来分辨哪里存在着特殊的遗迹现象 可是 在卫士夫人墓的墓道中 由于两地的原生土 已经部分坍塌 考古队员很难判断 墓道的边缘究竟在哪里 它的土的土色 跟它周围这个生土 基本上就是差别很小很小 如果不是仔细 争辩的话很难判断出 它们有啥差别 它都是印度上 稍稍有点差别 好在追寻土质土色的变化 对考古工作者来说 已经成为一种本能 经过细致的工作 2012年5月31日傍晚 考古队员突然在靠近木道底部的墓壁一侧 有了发现 由于位置较深 靠近底部的部分墓壁 还保持着原样 在好不容易刮平了的墓壁上 考古队员发现 有一块区域 似乎有人工修补 把这个面切出来做 然后我们沿着这个 笔壁这个门 施展往进去亲这一段 在新石器时代 壁刊第一次出现在墓葬中 其目的就是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九па 第二次进行 第一次进行 小心翼翼剥离壁堪正面的泥土 考古队员很快就发现 用来封门的泥墙后 暴露出来了一些有着鲜艳色彩的东西 唐三菜 尽管这种珍贵文物十分罕见 但毕竟是在它的故乡 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还是很快就认了出来 我在洛阳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 但是我基本上说是洛阳这个地方 两斤立即三菜 是三菜的故乡 三菜很多 但是我工作之中 我还真没挖个三菜 发现个三菜带三菜这种 荼毒三菜这种墓葬 当时我一看这种颜色 因为在书上肯定看了三菜是这样子 在博物馆也看了三菜 一看 哎呀 心里就是十分是很激动 我终于看到这个石子 我亲手地挖出这个 一间那个三菜 随着泥土被一点点剔除 越来越多的三菜熠熠生辉 前一段就发现有这个 这个很多这个露出来的一些这个三菜 然后我们判断就是这个 唐代墓如果有鼻壳的话 它不会是一个 它应该是陈族出现的 陈队出现的 重大考古发现带来的兴奋 充实着无叶横的脑海 但它还是很快就让自己冷静下来 此时此刻 最重要的是寻找可能存在的其他壁刊 我们又紧急着一队 东边这个木道壁进行了一个 也发现了 跟它对称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壁刊 两座壁刊对称出现在木道两侧 那么有一队会不会还有第二队第三队 这些壁刊会不会都装满了精美的唐三菜 然后我们想这么大就不可能是 它就一个不止两个 所以也是抱着事 我们继续向前清理 然后又如续又发现了第三个第四个壁刊 有了这个发现 考古队员仔细翻遍了木道两侧 然后我们继续沿着这个往前清 确实没有 再也没有发现了 卫士夫人墓的发掘现场 是一处建筑工地 大墓出土重要国宝的消息不静而走 一时间引来了很多人围观 为了文物的绝对安全 接到汇报的院领导决定 立刻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支援 连夜对壁刊进行清理 还把担心出问题 因为这个建筑工地 天天海北人你说是渔轮混杂 而且这个地方也是个 跟那个城中 那个城乡结合部 就人员比较混杂 就咱们这个领导 跟领导请求 就是说连夜进行的一个 对这几个壁刊 进行的一个清理 由于面积有限 一座壁刊的清理 只能由一个人来操作 但四座壁刊的清理 却几乎可以同时进行 让人兴奋的是 最终四座壁刊无一例外 全部装满了大大小小 造型各异的唐三彩 它已经全部被上面 它那都给淤湿了 淤湿了 就是每一件东西 它都是被土包着来 但是它里面这个 这个几个壁刊的时候 它里面东西放置得非常紧促 就是说就没有什么 就是我们在清理当中 想把它取出来 就是咱们都没有 有时候都感觉到 没有下手的空间 都不知道取哪一个 就是说这个清理教室工作 也不是很容易的 又是害怕碰触它 又怕弄伤了它 作为一种低温烧制的幼桃 唐三彩的硬度不高 要从狭小壁则的壁刊中 把它们一件件 完整无损地提取出来 需要尽可能地小心细致 考古队员即使轮番上阵 也忙碌了将近二十个小时 才清理完毕 但是我们一直清理的 从当天晚上 一直清理的第二天早上 清理的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 在中国古代 随葬品的摆放 一直遵循着某种规律 例如 楚墓果饰之所以被分成不同空间 就是因为古人赋予了 每个空间不同的功能 在魏氏夫人墓中 四座壁刊也分门别类地 摆放着不同的三彩 这四个壁刊里面就是说 就是靠近牧师这两个壁刊里面 出土的器物最多 它主要是一种骑马俑 两边都是对称这两个 两个是骑马俑还有人物俑 然后靠近南边的两个壁刊里面 就是它一个壁刊里面 主要出土的一些动物 和人的生物器皿 还有一个壁刊里面 它出了一些少量的 就是那种仆役 这种只有俑没有骑马俑 这种情况 经过一千多年岁月的侵袭 清理出来的唐三彩 很多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 虽然残了以后 它因为位置没有移动 它还站着 但是它已经腿都断了 在最后阶段 考古队员还把壁刊中的泥土 仔细过筛 这是为了不遗漏任何一点残片 以保证这些珍贵文物 都能得到完美的修复 回来以后通过清理都是 一共发现这个 勇是有 骑马俑 所有的鱼物大概是222件 一次出土 222件精美的唐三彩 这在中国考古史上堪称奇迹 多年以来 即使是在唐三彩的故乡 经过科学发掘 从墓葬中累计出土的唐三彩数量 也不过数百件 国际我们在这个 有些比克林 就挖个一些这个时期的 不同事情 包括我原来亲历了两座 这个安国相网 辱人的墓 就是在我们这个 罗兰这种 我们单位旁边 出土桃用也是几百件 但是没有一件三彩的 全是都是那种 红桃用 在这个地方 能发现这个 那个三彩啊 就是 很难得 就是说当时 整个商场都觉得 很惊奇的 卫士夫人墓 为何拥有如此多的唐三彩 直到今天 依然是一个不解之密 人们只能推测 这会不会和王雄淡 为国捐躯 壮烈牺牲有关 起初 王雄淡是农民秦义军首领 杜福威所顾的一名将领 因为东征西陶 立下许多功劳 深受杜福威的信任 公元619年 杜福威恢复滕朝 随后入朝为官 公元623年 同为杜福威部将的辅宫时 密谋反叛 王雄淡得之后 坚决反对 最终被残忍杀害 王雄淡遇害之后 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 都先后对他的妻儿 后加抚恤 由此看来 这位卫士夫人 过去时 很有可能享受了 国外的政治待遇 大墓扫尾意外取得重大收获 兴奋之余 考古队员不禁感慨 如果卫士夫人墓 没有遭遇过倒扰 墓室中又该摆放多少糖三彩 多少珍贵的随葬器物 可是感慨过后 人们又觉得自己是多么幸运 如果壁堪不是意外地建造在了墓道中 势必无法躲过一次又一次 破坏严重的倒扰 用我们把它清理出来 没有被盗墓才发现 这是最难的 如果盗墓才发现 这个东西肯定是 你不会给我们留下 任何一件东西出来 卫士夫人墓之所以出人意料 在墓道中设置密室 其原因无外乎是出于防盗的需要 自从盗墓行为出现以后 墓葬的建造者就一直在为防盗 做出种种努力 2005年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河南省上菜县 锅庄储墓时 就发现大墓墓坑堆满了流沙 盗墓贼挖掘盗洞的同时 流沙会不断填满挖出来的空间 不把几十吨流沙清理完 就无法进入国室 而在2001年发掘的陕西省宝基市 五代秦王李茂贞夫人墓中 涌到入口处高大的端楼建筑 更是一个没有衡量 一触即溃的死亡陷阱 如果说这些墓葬的防盗措施 是遇敌于墓门之外的主动防御 那么增加墓室厚度 甚至设置密室储存器物 就属于典型的被动防御了 2002年 陶谷工作者在发掘距今 4000多年前的陶四遗址时 就发现了一起 堪称史上第一盗墓案的案发现场 同样生活在4000年前的盗墓贼 挖开了陶四古国某位国王的大墓 他们拿走了墓室中珍贵的玉器 但却没有发现墓坑四壁上的壁堪 最令人疑惑的是 在这座很有可能是上古帝王顺的墓葬中 墓主人或他的后裔已经预感到 会有人来盗墓 因此代表国王权力的大建玉制礼器 并不在墓室内 甚至也不在壁堪里 而是直接镶嵌在回填后被覆盖了的墓壁上 2012年 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发掘的老关山旱墓 同样选择了被动防御 三座相邻的西汉初期墓葬 火室中都隐藏有家层 包括中国最早的人体精学七人 揭开赎紧织造秘密的蹄花之机 失传已久的扁血衣剪都出土在了这些加层中 这个墓里咱们发现这么多三座用 能巧合让我碰上 我感觉到在我工作历程当中 还是感觉到非常一个幸运 因为前妻是另外一个人 到这个地方忽然让我来做后期这种工作 前妻没有发现 刚刚到我这发现了 很多人我记得很多人他见着我 都跟我说 你这手气真壮